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张俊杰 乐客运动的算是比较早的创始人 我大概应该是第一次就做乐客有史以来 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之前我工作经历非常简单 我从毕业就进了阿里 在阿里待了九年 然后三十岁的时候选择创业 三年之前 我以前在阿里刚进去的时候 这个少年懵懂不懂事 给自己起了一个画名叫任我行 公司觉得这名字有点太负面了 所以后来我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娃 说这个比较符合我的气质 也比较接地气 所以后来同时可能年纪比较小的就叫二哥 我也挺喜欢二这个词的 那个 好多那个 就是我在创业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组织 还有以前这个校友会什么的 也有很多邀请说讲讲乐客 然后呢那个 讲讲你这创业这公司的这个模式 然后你们怎么做的 然后据说融资也非常厉害 三年融了四轮 然后把国内和国际各大主流的这些 这个金融的机构反正都进来了 都在我们的版图当中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然后呢那个 我这人呢就比较 说话比较直 所以呢这个 我也知道呢 可能我 我讲的时候呢 可能有的没的 可能都会说 所以这个 我也担心 可能 去了这个舞台上面 大家可能更多的那些是 是企业家 是创业者 大家可能更多听到的是 这种成功故事 成功学 多么励志 三年怎么做的 如何开到五百家店 然后这个 如何创造了这个行业的神话 等等等等 但是那个 它可能也不是我个人的风格 所以 这次来泰的特别纠结 然后这个 我们同事 杨轩知道 我中间拒绝了两次 我说你知道 我是从来不参加任何的 对外的讲的这个东西的 包括刚才跟这个 我们的演讲嘉宾在一块聊 他说乐客的创始人我都认识 我说对 我说可能都没有见过我 我说我是 我说一般我都是闷着头干活那个 然后泰的呢 我知道大家肯定有这个 有很强的包容性 然后这个 今天来的呢 可也不一定说这个 是听这个 创业故事或者成功故事的 昨天我跟一位 特别优秀的同事在一块聊天啊 然后他这个 聊的过程当中 聊的我们工作过程当中啊 他忽然问我一个事 就特别 很优秀的那位同事啊 就问说这个 如果有一天呢 我这个 如果有一天 我想回家 在我的这个镇上 村土里边 包一个 包一个两间房子 两间门面房 然后卖包子去 我让我爸 让我妈这个 自己种点青菜 我自己养几头猪 一天卖几百个包子 我觉得这人生也挺好的 他说如果我说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想法 你会不会笑话我呀 因为他非常优秀啊 然后听了之后 我觉得非常棒 特别棒 我发的内心呢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梦想没有大小 然后在三年之前呢 我们当时做了课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 我们想做一个 200平米的建设房 我们想24小时营业 我们想开在社区里边 我们想开在这个写的楼里边 让那些八九点钟下班的人呢 可以下班随时随地去健身 我们也不想收费特别高 就99块钱也可以了 24小时营业 里边还有很好的课程 很有趣 很快乐 我们想做这么一件事 然后呢 当我跟我另外一个合伙人 我们俩 说融资当时我们俩 当我们拿着BP商业计划书 去跟投资人去讲的时候 我觉得10个有11个听了 觉得你们疯了吧 当时我觉得回想一下 2014年和2015年的几年呢 其实是一个 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 特别浮道的一个阶段 当时大家都在讲 O2O 大家都在讲创业 大家都在讲用户 大家都在讲 要用烧钱的模式去做一件 这个改变行业 甚至改变世界的事 然后呢 大家都觉得你们在 你们的这个创业团队 这么背景也非常光鲜 然后你们呢 也有这么丰富的经验 然后结果你们去集体辞职 你们俩人去辞职 去做一个200平米的监视网 然后你们说这个 一个月要付99块钱 所以他们觉得 就没有人 当时没有人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 找了很多 好多人去聊 都 大家最后给我们的建议是 你们再把BP修改一下吧 再修改一下 说这个 你们要做什么 到底多大规模 不赚钱没事 亏钱也可以 怎么样去烧市场 怎么样让用户 认可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 当时我们非常纠结 我们真的是没有用到钱 我们找了很多 到最后呢 我跟老韩 我另外一个创始人 我们俩真的是 深夜谈过好几次 到底要不要改 然后 要不要去改BP 要不要去讲一个 更好听的故事 因为当时大家都在讲故事 一个这个卖沙线的人 门口也放一个阿尔马 然后说你扫码 我也都叫我偷 就都在做我偷 什么打车的生活 各个方面都在烧钱 当时我们坚定说 我们还是做一件 我们认为这个 不一定那么大的梦想 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所以 在回忆说 我同事说这个 包子这个事 我觉得可能梦想 没有大和没有小 然后 但是可悲的是 可能大部分没有梦想 就刚才主持人 其实讲的一个事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内观 其实是禅宗讲的一个术语 然后呢 这个 我也没有什么优点 但是我从小 从刚出生到三十年之前呢 我是一个这个 个人英雄主义 特别强烈的 那么一个人 天天没事梦想的 改变世界 然后这个 我记得大概上四年级 三年级的时候吧 十岁我就自己 离家出走 然后到了一家 武校里边 然后继续练武 学习 到后来来阿里 因为我从北京上的学 毕业我到阿里 我那时候也是看到 一张照片 就看到这个 马老师拖着一根棍子 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说这个 他的名字叫封静阳 然后我就想 这不是我想要的 未来的生活吗 然后我想要的武林和武侠 然后我就 义不容辞的 在北京跑到这个 杭州来 我大概记得 面试了四五次在 近阿里 当时因为都不要 已经不要这个应届生了 而且我学的是法学 跟这个当时 后来所做的事 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呢 但是到后来会发现呢 这改变世界这事呢 可能还是这个 蜘蛛侠和潮人做的 可能我确实 也没有那个能力 然后回来 从开始创业那个时候 我们就想 我们要做一个小的事情 我记得2013 2013年4月22号 我那天记得特别清楚 呃 4月20号是亚安地震 4月22号呢 我 我是20号晚上 21号 一大早我去了亚安 呃 然后再之前 因为我是这个 我也参与过 呃 温川的那个那个救援 然后22号的时候呢 当时我去了 我只身一人啊 就去了 然后带着七 七卡车的 价值500万的物资到那 然后我找了当地向导 和这个当地的这个 这个货车司机 当天晚上我们就研究 怎么样进亚安 他们 他们当我 当他们帮我分析完了 这个所有的路线之后呢 其实我当一分钟 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走程亚雄高速 就这辈子 我可能就忘不了那条高速 为什么呢 就是 我就这条高速呢 为什么这么选择 是觉得这个 它是最快 可以到达亚安的 但是呢 它可能是最难的 因为当地向导告诉我 呃 就在几小时 几小时前 有一个成都送药的 就在这条路上 被这个泥石流给砸中了 然后一车的人 可能有几个牺牲掉了 啊 然后我说没办法 我们就选择这条路吧 然后呢 因为我是我带去的物资嘛 大家觉得这个 呃 就就就 我是那个小的小组长嘛 大家就听我的 我们就 呃 真的是经历过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千辛万苦 确实冒了生命危险 进去了 但是我们确实把 汽货车的物资 第一时间送到了这个 呃 灾民的手中 我觉得人生可能会面临 很多的选择 就创业当中也会有很多 选择和诱惑 呃 呃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很多的痛苦 或者说所有的痛苦 或者说所有的痛苦 其实本质上来自于利己 本质上来自于利己 啊 在这个 呃 佛教当中可能叫做我执 就当你站在利他的角度 去想一切事情的时候 可能那些事情就变得 没有那么复杂 当我们开始创业说 我们真正的想做一件 对用户好的事儿 当我们 当我跑到延安去 这个 在很多条线路很复杂 到底怎么选择 但是当你站在 你怎么样利他 怎么样第一时间 帮助他人的角度的话 我觉得这个 好多选择都变得 那么的 呃 很清晰其实 而不是要做一个 呃 我今天是高中生 我要完成父母对我的期望 我是一个 上班的人 可能我要完成女朋友对我的期望 我要买房子 买大 买好的车 买好的房子 我创业我要 要是固执这么好 我要让这个 呃 我要赚多少钱 我要套多少线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到最后 这都是所有痛苦的来源 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关于选择 管制上是 你是在利己 还在利他 所以我们当时 做乐客的时候呢 定下来 我们要梳理一条 我们所有做事的一条价值观 叫利他向善 所以利他向善呢 也是乐客的 这个 我们讲现在 唯一我们讲的更多的价值观 和我们形式的准则 啊 然后 所以乐客创立这个模式 可能有 我不知道这个 有在 有是乐客会员的吗 曾经是 对 那大家 对乐客 还不是那么清楚 以前所有的健身房呢 都是像美国贝利的模式 三千平方 四千平方 然后呢 带游泳池 然后就是 销售方式呢 也是 也是这个 呃 就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就是 就是 我觉得这个行业 二十年没有变 这是一个 呃 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越来越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奇葩的行业 这行业二十年没有变 就是 在二十年之前 大家卖一年卡 胆还比较小 那今天呢 胆大了 卖三年卡 五年卡 这个创新的模式就是 呃 干掉一家 就是倒掉一家建设房 骗完钱之后 可能再换个名字 再继续骗钱 这是这个商业模式 和这个行业的这个 这个好玩的地方啊 所以呢 没有人可能会考虑 我们到底怎么样 选择一个用户喜欢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建设房呢 给它模式做了一个优化 第一个呢 到今天为止 我们呃 自己开支营店 三年多的时间 我们开了将近五百家支营店 分布在八个城市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觉得 健身呢 可能喝 就是像喝牛奶 像刷牙 像 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不应该说 因为我距离离得远 不应该说 呃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价格高 不应该说 我不愿意被推销 把门槛给提高了 其实我们想 它就 就希望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每家店呢 我们想二十四小时营业 第三个呢 其实我们每家店呢 可能面积都不大 我们有 可能有单车管 我们可能有plus管 我们就二百方到三百方 当时我们想的就是 如果是说 我下了班之后 就在我的公司 比如像现在 像阿里巴巴 像百度 像这个小米 等等很多企业里面的 健身房的服务 也都是乐客 来帮它去做的 然后呢 在每一家店里面呢 我们设置了免费的三百节课程 免费的课程 因为在以前呢 大家对健身的理解是 撸铁和跑步 其实本质上 它是一个挺枯燥的事 所以呢 那中国的健身的市场呢 其实第一爷爷讲了 可能美国的健身的这个人口 是中国的 伸透率是 中国的三十倍到四十倍 大家对健身呢 可能还不是一个 特别了解的事 就知识体系 并不是那么很完善 所以我们在每家店里面 有三百节课 这三百节课 只要你付了月卡之后呢 因为我们是按月支付的 我们没有卖年卡 我们都是一个月 比如99 北京上海199 然后24小时营业 然后里边呢 每一个课程 三百节的每一家课程 你都可以去 你都可以去体验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事变成 变得有趣了 就是用现在大家讲的 就是对这个人货厂 进行一个重构 用户呢 可能也不是说追求 我必须要高大上 必须能洗澡 必须能 能这个 能这个 多么多么奢侈 就我觉得做餐饮 其实像行住有外婆家 因为我在外地讲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行住讲 大家比较熟悉 像外婆家 那外婆家呢 其实它没有特别奢化的装修 它其实也没有说 那个像以前 敲敲当一样 我一个水晶灯 我可能几万几十万 我就用的这个很朴素的 然后我把菜品做的极致 然后我把评效做的极高 其实是那么有用户 第二个货呢 就以前货是什么呢 在服务行业 货是有人产生的 就是在健身房呢 货是有用户 是有教练产生的 那么教练呢 以前呢 其实在健身房 他的角色不是教练 不是老师 他是销售 他是需要卖卡的 他需要这个 这个推销的 所以我们把货变成了 我们现在有六千个教练 我们把货变成了 他是一个服务者 他关注他的专业度和服务体验 他在乐客 他不用推销 然后健身房呢 在传统健身房 可能你卖节课400块钱 但是健身房呢 可能要抽这个 抽流水 要抽70%甚至80% 而且你压力很大 但是在乐客呢 在这个平台上面呢 我们可能只拿10% 20% 然后更多的是给到教练 我们帮助教练 一块服务好用户 所以其实他的货变了 然后厂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三千方的面积 可能变成300方 变成400方 变成500方 然后把每家店变成24小时 把每家店里边 我们有免费的300节课 这样的话呢 真正的做到了呢 让健身呢 成为大家的生活方式 我每个人都可以 我记得我 我有一次 然后去那个 我们瑜伽电视 在结白圆滑里边 然后呢 我就跟教练去 教练告诉我一个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事啊 他说他是一个瑜伽教练 然后这个瑜伽教练呢 他大概60多岁 他叫胡佑奶奶 在我们乐客平台上面呢 是非常出名的 他以前就是一个学员 然后喜欢上这个瑜伽之后呢 他自己慢慢变成了瑜伽教练 但他现在有一票 非常年轻的粉丝 因为他的 因为大家喜欢 他的生活方式 喜欢他的乐观 喜欢他 他为人处事 可能带人这种 沟通这种方式 然后有一次 我去结白圆滑就跟他聊 他说他在教瑜伽的时候 刚开始发现了 有一位年纪 大概40岁左右的 有一位女士 中年女士在那里练 但是呢 刚开始他的动作 其实是特别的生硬 但是他也不好意思的 去说他的动作声音 所以他每次都跟不上动作 然后呢 教练呢 每次到这个时候呢 忽悠奶奶就告诉他 告诉大家 大家都停下来 等一下这位人 到最后呢 他才知道 其实这位阿姨呢 是这个商场的保洁 是这个商场的保洁阿姨 就是我在想 如果没有乐客的话 如果不是安月99 如果没有让这个健身 变得更好玩 如果没有让他变得更大众化 其实这个保洁阿姨 可能这一辈子 都进不了健身房 可能这一辈子 都没有机会去学习俱家 所以 这是我在 我在这个 跟教练过程当中 一些故事啊 然后 这是我们 我做了一个新的品牌 叫菲林蜜 然后那个 其实是 有点像 我特别喜欢那个 那个也冥想啊 就是乔布斯 这个 有一次 乔布斯是禅东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禅东主义者啊 他都知道 都在冥想 那有一次呢 他比较迷茫 有一次他去了印度 然后去了印度呢 这个想追寻 内心 内心世界 就是未来也比较迷茫 去了印度之后呢 他这个待了半年啊 也去想到到底 我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内心 然后完了之后 去到最后的结果呢 其实 也还是比较迷茫 但是有一次 他在冥想的时候呢 忽然看到了电灯啊 然后 这时候他就感受到 电灯的发明者 艾迪生告诉他 如果你想传播你的思想 是要通过科技 来去传播的啊 来去科技这种传播 所以呢 其实这次的这个主题 是零 然后 嗯 好多数当中呢 佛教当中也讲空性 所以零可能就叫五 五可能也叫没有 但是没有呢 它又是包罗万象的 它可能也就到 它是包罗万象的 所以呢 这个乔普斯回去之后呢 随手可能就做了四款产品 五款产品 改变世界 手机 音乐 唱片 电脑等等啊 就是 我觉得 回归到这个 回归到这个 总的主题呢 我们想 乐客想 我们通过 新的不同的品牌 我们想通过 不断的服务不同的人群 不断的把旧的 自己的也好 这个行业的也好 打破 然后建立 我们认为 对于用户 对于这个行业 真正有帮助 和有推动的 这个这个什么呀 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举措 这些举措 刚开始在看的时候呢 可能是一点点 但当我们 真正扎 扎入下来 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的时候 可能我们真正就会有些改变 然后这个 因为今天有些这个 就是 时间原因啊 然后这个 我没有办法把 乐客可能我们要做的事情 一一的 一一的这个 这个讲述得很清楚 这是我大概 给各位 给各位分享的 在做乐客这个 背后 我们可能更多一些思考 提供给各位 所以 这今天是我的这个 整体演讲 谢谢啊 谢谢啊